你覺得跟一般的珍珠奶茶有什麼分別? 差不多 如果大家最近來韓國旅行的話 應該都會很容易找到你身邊就有一間 黑糖珍珠鮮奶的店鋪 黑糖珍珠鮮奶其實在韓國都紅了一陣子 但是今年2019年特別火速爆紅 那究竟有什麼原因令黑糖珍珠鮮奶爆紅呢? 某程度上都要歸功於 貢茶的 貢茶其實在韓國已經很多年了 而在貢茶這個brand出現的前後 其實一直斷斷續續有賣珍珠奶茶的店鋪 譬如說是50藍 但50藍在韓國的知名度不算太高 所以相對上很容易被競爭對手比下去 而貢茶正式被韓國收購之後 因為他們的加盟店越來越多 所以他們的市佔率成長超快 加上他們每年都活不同的代言人 譬如有 柏姜仕 李宗石 朴瑞俊 李聖姬 每一位的代言人都是非常有份量的 所以很多韓國人也因為這樣而更加認識了貢茶這個品牌 令到更加人知道什麼是珍珠奶茶 雖然其實韓國本土自己也有很多特色的飲料 但是珍珠奶茶對韓國人來說也是一個很新鮮很吸引的存在 所以當黑糖珍珠鮮奶已經風魔全台灣或者香港的時候 那韓國又怎會出現這個機會呢 那韓國也終於引入了 而有一個品牌特別備受注目的 就是六角行 六角行不是第一間被引入韓國的珍珠奶茶店 但是他在2018年開店的時候就造成了一個超大的風潮 用一個小時來排什麼 那是一個常識來的 那他的第二間店是新沙棟 那我有幾次我都其實是故意去打算試一下 但是我看到這條隊是排到 因為其實是二樓來的 他排到外面地面 那看到那個情況就算了 然後這個情況是發生了幾次 直到後來多了更加多的店鋪開了 之後呢這個情況才有稍微好轉 然後我才有機會去排隊 都是要排隊的 去買這個六角行來試喝的 那在韓國其實很少看到用黑糖做的一些甜品或者食品 那黑糖本身是一個很健康的食材 那所以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這個味道是比較天然比較健康的 那味道好音之餘呢 然後他的包裝很漂亮 所以是非常之適合我們打卡 那韓國人其實是很喜歡打卡的 所以怎樣可能不在韓國造成一個風潮呢 由3、4月開始會看到韓國的黑糖珍珠鮮奶的品牌或者分店是暴增的 所以對比去年現在想買黑糖珍珠鮮奶已經是方便很多 我家附近也有一間超級好 那但韓國其實也有一個挺有趣的現象 那就是隨著那件產品越來越受歡迎 而賣的人也會越來越多的 那所以現在在韓國賣黑糖珍珠鮮奶的店呢 其實真的有很多 比如說是 曼波黑花糖台灣糖 公茶 霹答鮮 伊蒂啊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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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數不出 連很多連鎖店咖啡呢 他們都有推出黑糖珍珠鮮奶 那其實幾年之前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是有一期呢 非常之流行的一個 台灣古早味蛋糕 Castella 因為太受歡迎關係了 所以呢 售賣古早味蛋糕的店鋪在8個月之內 就出現了400間 當然因為它去到一個飽和的位置 所以也很快全部收拾 又不是全部的 現在可能還有一些 所以不知道之後買黑糖珍珠的鮮奶 一定會越來越多 可能都會到第一個飽和的狀態 到時他們的下場會不會跟古早味蛋糕一樣呢? 接下來我就請了韓國人過來試試 現在市面上的一些黑糖珍珠鮮奶的製品 我們拍一個時間再有什麼反應啦 大家好 大家好 對,我現在身邊有一位韓國人 我叫 Tetang 然後他跟我說了 他從來沒有喝過黑糖珍珠鮮奶 我想說天啊怎麼可能 因為在韓國現在黑糖珍珠鮮奶是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紅到爆炸的一個飽料 所以我現在就準備了三款 個人蠻喜歡 然後他們也是在台灣算是蠻大的一個牌子啦 分別就有這個 的Elly 然後珍珠丹 還有老虎糖 我現在就用Tetang來試一下這三款 我從來沒喝過 為什麼沒有喝過? 對,我都不知道了這個現在在韓國很流行 你上網可能Instagram啊 都會看到很多人那個Milk Tea這樣子 然後可是你喝過珍珠奶茶對不對? 我當然喝過 我喜歡 你喜歡 那你應該也會喜歡這個 真的嗎? 很期待 因為通常呢喝黑糖珍珠鮮奶 他們店家都會強調 你先不要把它就是弄均勻 先吃它的珍珠 哦 不要不要不要 他們說先喝那個下一個 你覺得跟一般的珍珠奶茶有什麼分別? 差不多 差不多 珍珠奶茶是用奶茶 裡面有茶 可是這個只有奶 這個黑色的珍珠 更甜一點 對 那個就是黑糖 因为其实如果你看正常店家 他就是会像这样子 他的杯就是会这样子很漂亮的 可是因为现在就融化了所以没有 所以如果你平常你看那个杯子 可能就会很多那种黑糖的痕迹这样子很漂亮 对 可是现在这个时候你就把它叫均匀了 小甜 少一点点 他们很强调 一般的饮料你可以去冰或是少糖少冰这样子 可是The Alice是唯一叫不行的 好 下一个就是珍珠丹啊 那哪个是最先 The Alice是第一个 然后老虎糖是第二个 然后最新进来的是珍珠丹 就喝下来 对 对 很紧张 我突然想起好像有些是他没有强调 好像这个没有耶 我有点忘记 反正喜欢你喜欢 我听不懂 没有有些 能不能慢一点 好 讲慢一点 我喝这个珍珠丹 应该有很明显的分别两家 这个珍珠比这个少一点甜 这个的话牛奶味道比较重 这个不好喝 不好喝吗 不是你的菜 对 这个甜很多吧 有奇怪的 有奇怪的味道 不是那么奇怪的 就不习惯的 我觉得是黑糖的味道 就是因为这一杯的牛奶 呃 味道比较重 然后这个相对的牛奶味道没有那么重 所以他黑糖的味道有比较出来 然后可能他刚好就不喜欢这个黑糖的部分 嗯 好 那没关系 好 反正他就是不喜欢珍珠的 好 然后最后一杯就是老虎糖啊 然后他有一个特别 他上面有cream 可是他的cream应该已经融化了 这很红啊 然后因为老虎糖一进韩国的时候就是 要排一个小时吧 然后那个对了 就是他吗 嗯 他刚才进来韩国的时候我就想 我就本来想要试一下 可是因为他一直忍很多的时候没有试 我的选择都是就是这个 因为有那个cream 嗯 所以你的味道会更加丰富 还有这个珍珠 它珍珠的味道我觉得是黑糖味道最多的 可是它最比较软 因为我个人是喜欢你的Ali 是吗 我个人喜欢就这样吗 是哦 我好像我不太喜欢太甜了吧 所以韩国人在三个品牌里面 他最喜欢的是老虎糖 这一次是他第一次喝黑糖都先来嘛 然后其实现在韩国啊 除了这些饮料店之外 就是韩国的无论是便利商店 或者是超市 他们分分都有推出一些黑糖的 哦 默了 你还没有说吗 哦 哦 对不起 他们都有推出一些黑糖的食品 但因为现在黑糖真的是太受欢迎 其实真的很难买 我们刚刚其实跑很多家便商店 都卖光了 然后我们很辛苦才买回来几个东西 然后现在顺便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然后我也没吃过 他当然也没吃过 黑糖奶茶可是 他应该就有茶的成分 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都不出鲜奶 本来他们是鲜奶 为什么他们有茶 不懂了 好甜 有分别吗 你觉得 有分别吗 crepaste吗 crep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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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韩国的饮料都很甜 你同意吗 韩国的饮料 对 韩国人压力很大吧 吃喝甜的时候 街坊压力 真的吗 还是你自己想的 我自己想的 所以所有的企业都出那个 很甜的东西吗 我觉得它的感觉真的像你喝的一般珍珠奶茶 那个有一点点茶味 可是它的黑糖味还蛮重的 我个人不喜欢奶茶 我喜欢 但是我喜欢 你喜欢茶 你比牛奶喜欢 对 我喜欢这碗茶 真的哦 好 它这个叫 Brown Sugar Popcorn 棕色糖 泡米花 泡米花 那个电影院里面闻到的味道 然后它颜色又比较深色嘛 对 我觉得就普通 就正常 电影院里面会吃到的 超普通的啦 普通的爆炸 所以你不喜欢 我没有太喜欢泡米花 你喜欢吗 我喜欢 其实GS25呢 有出很多一系列的黑糖的甜点 可是我们超不幸 全个宏大都逛完了 几乎 我们只买了一个 就是这个 黑糖的慕斯蛋糕 咱隐 咱掏 再干嘛呢 就是这样子的了 我个人觉得 便利店里面的甜食类的东西 没有太好吃 我觉得每一家便利商店的都是 然后反而它其实是有一个山明子 其实刚刚有看到一个 然后结果那个店说它已经过气 然后就不卖给我们 然后超可惜 反正我觉得 那个黑糖 山明治 听起来就觉得怪 应该就是不好吃 那我们就吃这个就好了 我没有很喜欢焦汤 我觉得它味道很焦汤 干杯 一半多 我拿多 首先它很甜 太甜 你平常不是会吃那些布丁吗 布丁上面不是有焦汤吗 有些会弄得很甜 然后它就是那个焦汤的味道 它蛋糕里面是那个 Taramisu那种感觉 这是湿湿的蛋糕 在中间 在中间它很像Taramisu不觉得吗 不是我的菜 这也不是我的菜 我觉得它很像鹅肝诶 有没有那个感觉 可是就是味道好甜 好 反正我们今天呢 就是开箱了一些黑糖珍珠的食品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老虎糖 这个也好喝 两个比较起来 两个比较起来的话 我喜欢这个吧 可是食品类的话 一个就是超普通 一个就是就蛮难吃的 那所以不买来吃也没关系的感觉 你觉得你平常你会买来喝吗 不喝 为什么 我不是那么喜欢的 我更喜欢的 公茶 公茶 它公茶都有啊 公茶太露 太露喜欢的吗 嗯 你知道 太露是来到韩国才变主打吗 本来的人是喝公茶的珍珠奶茶 或是其他东西 可是太露这个东西是来到韩国才变这么红的 我觉得太露更好喝 好 韩国人的口味 好 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呢 就到这边啊 谢谢 我觉得他这名实在太可爱了 他有拍影片 然后大家想要听他讲多一点中文的话呢 可以去他的频道里面看哦 好 那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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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